今年3月19日,喜剧演员HOLD姐谢依林,在上日当天幸福,公布与男友Green的婚事,获得许多网友的祝福。 据悉,谢依林的老公为下十多年的高中同学,从同学发展成恋人并结婚,也算是许多女生在年少时最期盼的事了吧。 到了5月半母亲节当天,谢依林再次公开宣布,自己已经怀孕,并晒出艳运棒的照片,从照片中的三个艳运棒来看,显然谢依林当时也是在惊喜和不确定中得知了好消息,实实在在的双喜临门了。 而在谢依林怀孕的这段时间,她也是暂时停止,离演艺圈和节目活动,专心在家让她,一晃就过去好几个月了。 三个月十二日,谢依林也是晒出自己产检的照片,幸福的吐槽肚子里的孩子在吐舌头。 看来距离林喷,也是不用太久了。 近日,有台媒记者也是捕捉到了身怀八个月运度,的谢依林与老公及家人,一起在某年换用餐的画面。 当时的谢依林穿着一身黑色的孕妇专用运衣裙,体型较之以往变化很大,或许是因为素颜和镜头的缘故。 谢依林看上去整个人胖了不止一圈,从记者的镜头来看,谢依林的胃口也是非常好。 在家人面前毫不避讳的她,一直在大口吃面或加菜,聊到高兴的时候更是哈哈大笑,还一直和家人指着电视剧情在讨论。 果然人设还是一如以往,怀孕并没有让她多加改变。 在吃完这顿丰盛的晚餐后,谢依林小丫头也是和妈妈在台湾街头散了一会儿步。 谢依林小心翼翼的走着,老公Green则贴心的站,在外侧挤足了安全感。 时久不见,不仅谢依林本人圆润了不少,就连老公Green看上去都有些发胖了。 赛完步后,谢依林老公率先跑去街边停车的开车,随后便带着妻子谢依林和妈妈一路开往木炸方向的家中的停车场内。 算是结束了这平凡,却有很有意义的一天,对于这次谢依林被记者拍到。 谢依林的经纪人,也是第一时间接受了采访。 她被谢依林骗解抽,她没有变胖很多了,可能照片有放大效果,她本来身形就比较风雨啊。 同时,经纪人透露遗产期约在十一月,并表示谢依林每周都会去上院赋于家课,身体方面也没有什么其他不舒服的情况。 至于谢依林肚子里的孩子性别,经纪人表示保密,趁谢依林暂时不想公开,看来还是得等到下个月的样子,才能知道具体情况了。 本文,为一点好作者原创,未经收全部的转载。